車停在馬路中間佔據車道 不過駕駛人不在車上 他被好幾名男子拖下車圍毆 倒在地上根本無法動彈 而且仔細看一旁還有停著警用機車 當事人就控訴 自己都已經被打到頭破血流 一經腦震盪瘋了20針 當下明明有員警在場 竟然言正正放任他被扼煞毆打 而針對指控警方提供密武器畫面 澄清當下又噴辣椒水壓制 並非毫無作為 全部跑下 全部跑下 事發就在新北市中和 原來是行車糾紛 當時被害人開車在車道 發現路中間站著一名行人 只是按了一聲喇叭提醒 不想到對方進去暴怒 再度變男車 找來將近十幾人圍著他毆打 其中還有人手拿棒球棍 朝他頭部重擊 所有警方呼叫支援警力道場 才平息糾紛 而警方也將鬧事嫌犯 帶回偵辦 依傷害 妨害秩序等最嫌 移送偵辦